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TCDY火食團出好菜 我是尖尖 我是湯湯 欸湯湯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一中火食團唷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做棺材板 為什麼要做棺材板? 是因為一中間裡面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棺材板小吃店嗎? 絕對不是喔 是因為棺材板是台灣非常有特色的小吃之一 然後可是我們在外面看到的棺材板 都是葷食不然就是素食 完全沒有純素的 可是呢 我就想做一個全素的 純素的給大家看 太好了 其實我沒有吃過棺材板 就是跟你說的一樣 就是因為 外面的棺材板呢 通常是混的 所以很難找到素食的棺材板 今天可以吃到真的是非常榮幸喔 敬請期待喔 今天我們所需要用到的食材有 厚片吐司 玉米粒 紅蘿蔔 番茄 馬鈴薯 蘑菇 和無糖豆漿 調味料的部分則有 鹽 胡椒鹽 和黑胡椒粒 我們要把紅蘿蔔切成丁狀 大小大概是一個小拇指頭 就像這種油太大塊的 就再把它挑出來 再切成小塊一點 方便入口 如果還是覺得太大的話 就照自己喜歡的大小去切就好了 我們的紅蘿蔔到這邊就處理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切的食材是馬鈴薯 關於它的大小呢 就跟剛才的紅蘿蔔一樣 也是一個小拇指頭大 而且切的跟它也不要差太多 我怕會跟那個其他食材 就是差別太大的話 這樣子吃的時候有點不太方便 也是看你們個人喜歡怎樣的大小 不要太大 自己方便就好 我們的馬鈴薯這邊就切好了 接下來要切我們的蘑菇 它的切法呢 就是把它切成片狀就好了 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 如果有覺得今天買的蘑菇味道特別重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汆燙一下 但幸好我們今天的蘑菇味道並不重 所以我們就省略了這個步驟 我們的蘑菇這邊就好了 接下來要切我們的番茄 這個番茄是待會要放在棺材板上的 我們的棺材板會放大概 大概兩到三片的番茄 就為了讓你們覺得比較解膩 比較不會那麼的油膩 厚度呢就是看 不能太厚也不要太薄 就是適中就好 但如果你們喜歡比較厚一點的 那就是照個人的喜好 對 我們的番茄就切好囉 接下來就要把我們的 麻梨薯和紅蘿鍋 拿去蒸 蒸的熟度大概就是 你拿筷子稍微拖進去一下 而且是熟的 不能它是生的那種穿過去 那個程度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準備囉 稍等一下 接下來我們先熱鍋 等我們熱好鍋之後 加入我們適當的油 等差不多的時候倒入我們的蘑菇 接下來倒入我們的紅蘿蔔 接下來倒入我們的紅蘿蔔 再來倒入我們的紅蘿蔔 再來倒入我們的玉米粒 炸的時候加入我們的紅蘿蔔 豆漿 因為豆漿很快就會變得濃稠 所以火必須要 要兼顧一下 不能太大火 盡量用中小火慢慢的熬它 等它稍微滾了時候 現在加入我們少許的鹽 因為我們的馬鈴薯它會吸水 所以我們其實 不要煮到太濃稠的部分 因為到最後我們盛起來 備用的時候它還會繼續吸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 比較有那種湯汁感的話 建議大概這個時候就可以撈起來了 撈起來前可以先加入我們的 胡椒鹽跟黑胡椒粒來調味 胡椒鹽加少許 有味道就夠了 黑胡椒粒也是一樣 少許 那我來試一下味道囉 很好吃耶 真的嗎 有特別鹹嗎 沒有 剛剛好 謝謝 拌炒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 盛出鍋 在旁邊備用了 現在我們來試油溫 要準備炸我們的後片吐司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試的話 你可以拿木筷子下去搓搓看 像這種就是冒泡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等它在 一大一點點冒泡的狀態 你就可以把後片吐司丟下去了 現在來先把我們的後片吐司放下去 它要炸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兩面金黃的程度就OK 不需要 不需要太過焦 因為這樣子就會 它的整個就是很油 而且很失去一種好吃的口感 大概像這樣的金黃色 可以在等它再深一點的金黃 這樣的口感是最好的 就像這裡面 就像這樣兩面金黃 我們就可以撈出來了 現在要來切我們的後片吐司 那要怎麼切呢 我們要切它像一個墨字形一樣 在切的時候要注意不能切太深 因為很容易就把底部切破 現在照著它這個角度 然後把上面薄薄的一層切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把它掀開了 掀開裡面就長這樣 用湯匙把裡面白色的地方壓扁 因為這樣子我們餡料才不會容易 那麼就滿出來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要在棺材板裡面放入我們的濃攤 至於要放多少呢 就是看你個人想放多少 盡量是不要滿出來 因為這樣子會很難熟悉 可是如果你喜歡料很多的部分的話 那建議就是個人喜好 真的個人喜好 最後放好的時候 然後我們放入兩小片番茄來解解膩 誒湯湯 那這個是棺材板的蓋子嗎 對的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蓋上去 這樣我們的棺材板就完成了 登登 我們的棺材板就完成囉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一位神秘嘉賓 登登 這是我 我叫阿蕙 這是什麼看起來很好吃一樣 這個是棺材板喔 那我們一起來試吃吧 那我剛剛試穿完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棺材板跟 非常的好吃 吃起來可以拿出去玩麵麥 都不是有問題 換了番茄我覺得 跟棺材板一起吃 非常的爽口 那這個棺材板的麵包一咬下去 就會有酥酥脆脆的感覺 非常的好吃 裡面的料調味非常均勻 不會覺得說這邊鹹那邊淡 就非常的一致 那我覺得這個棺材板呢 非常適合下午點些來吃 再搭配上一杯奶茶會非常的絕配 因為嘛 我剛剛說過我沒有吃過棺材板 那今天吃了以後呢 覺得非常好吃 它裡面的濃湯是調的很好的 所以就覺得它配上脆脆的外皮 是非常好吃的 很像在吃固體的酥皮濃湯的口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在剛剛他們介紹的時候 我已經默默的把我的棺材板吃完了 你們看 就知道這有多好吃 我要怎麼去形容呢 它的酥脆的外皮 真的我沒有在騙 因為呢 它咬下去不會讓你覺得 只有硬跟脆的那種會掉滿地 它是有帶一點軟 是剛剛好 咬下去的感覺是非常搭配的 跟裡面的配在一起 剛剛好 而且它的那個 它裡面的醬料 就是濃湯 不會讓它的餅皮整個濕掉 整個冷掉 所以說 如果呢 想當下午茶吃 我真的非常推薦這個棺材板 而且它的那番茄片在裡面 讓它們搭配起來非常的清爽 然後不會讓你覺得說 喔 為什麼我吃那種負擔 完全不會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這一道料理 如果想要來吃小滋的小吃的話 那就一起來 一中火食團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記得要開啟 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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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能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